第二種要為大家介紹的維生素就是維生素C 是在一些新鮮的水果和蔬菜裡面找到的 例如橙、番茄、菠菜或者果汁 維生素C是容易讓空氣裡面的氧氣氧化 所以食物如果放久了就會慢慢減少 另外因為它溶在水中,所以如果有些切開的蔬果 然後用水去洗,就會有機會沖走維生素C 維生素C在身體裡面的功能,我們可以看看這張牌 就是為我們合成結體組織 令我們有健康的微血管和傷口快點好 如果不足夠維生素C的話,就會有一個病 叫做懷血病,因為是scurphy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病徵包括牙肉很容易損傷 因為那些connective tissue不健康,就會流牙血 另外如果有傷口的話,就很難康復 再見 感谢观看